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说一个两会热点话题 其实这个话题以前也说过一些相关的内容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高考,你这个英语该不该考? 因为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 其实大家可以知道什么? 我们高考的时候,英语占比很重的 语数英三组科 其他的副科大家选 那个英语的话,这个份额和数学和语文一样 都是150分,比其他科多50% 而且这个英语的话,如果加上 马上就会发现,在主科里头的话 两科文科,一科理科 而且理科的话还要求尽可能的数学要容易 文科生也能做 然后我们也说了很多理科过简单的话 现在就说起英语 因为有代表也提了英语 应该废除 比如我们放眼世界就说 像英语民族虽然说是统治的世界 所以大家一起说起来什么? 你要作为世界的交流语言 一定要学英语 天天这么说,对吧? 你要不会英语呢,又如何如何? 但是你要可以注意,就是凡是这个和这些英语民族呢 世界上并立的那些发达国家 甚至包括日本 你看日本当时跟英国挺跪舔的 跟欧洲西方挺跪舔的 还想脱亚入欧的 那都没把英语放的 就是这个主体民族啊 他都不把这些外来语言放到这么重的一个位置 只有什么呢?那些殖民地国家 你看什么,印度啊 还有那些地区,香港啊 那个英语很重 那英语以前就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他才把英语放到这么样一个位置 所以这个英语呢 你到底需要不需要? 对吧?你像德国呀,法国呀 这些老牌的,欧洲的这些国家 他也不把英语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 这毕竟来说呢 是一个外来语言的事情嘛 你那语言呢,工具 你放到这么重的一个位置 是否合适?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话 对吧 而且呢,尤其在当今世界的发展 这个你会发现人工智能下呀 这个翻译软件做得越来越好 就是这以后这个语言的困难 可能呢会非常快的解决 包括在元宇宙上 人就在想 我们戴着VR眼镜 戴着这个耳麦的时候 它机器翻译的各种语言 你随便选 所以在这里头的话呢 它只要继续接收的 其他语言 它自动给你翻译成你喜欢的语言 当然这个呢 现在看呢还挺科幻的 但是这个学习算法很厉害 学习算法怎么厉害呀 你就看在聊天领域 那个chat GPT多厉害 然后这个学习算法 对翻译来讲 对于两种语言怎么对应 怎么翻译来讲 是它最擅长的领域 最容易解决 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个翻译出来以后啊 你看现在我们学语言呢 你可能说文学艺术的 你说这个语言艺术 英语 语言文学什么的 你翻译一个诗 可能还有点不那么有美感 对吧 你真正说的话 这翻译最容易解决的什么 我可以这么讲 各种科技文献 法律文献 因为这些文献 首先要求的是什么 跟大家讲 就是它这个语言表述 严谨不出奇异 所以严谨不出奇异 就意味着什么 你这个翻译的理解 也好理解 上下句也好理解 就翻译就是了 对吧 它好多时候这些事呢 都是可以通过翻译软件 来解决的 也就是说这个英语的重要性 急剧的下降 它没那么难了 对吧 你要一定要学的话呢 它足够的难 你要学它没那么难了 你去学它 当然就有问题了 而且呢 我一直说 说中国的孩子 外国的孩子苦 为什么中国的孩子 比外国的孩子苦 你多让他学一门语言呢 你像外国的那些孩子 你别说外国孩子 也学什么英语什么的 他学英语简单多了 他那个有的时候 就相当于 你多学 不是一门语言 他多学一门 你的那个二外 或者呢 你像有些的话 都是拉丁语系的 都是什么的 他多学一门语言 就相当于我们 多学一门方言 明白吗 他们以前的话 都是一个民族 都是一种语言 你要把这事想想清楚 他现在是一个语系的 难度绝对不对等 而这里头啊 英语一直在说的时候 什么 英语的背后 有巨大的利益集团呢 第一个 咱们就不说 是这些培训英语的 这个教培这些行业了 行业的有龙头啊 有上市公司啊 那就学学这英语的话 它对什么有利啊 首先对很多权贵的留学的孩子就有利啊 他把英语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 对他来讲就占很多 你像前面一说起来 那个对英语的什么什么的时候啊 那个王某聪就跳出来怼人了 你看吗 他这英语怎么 因为他的话英国什么外国 欧姓外留了学了 他对的他英语很好 你不学英语如何如何 对吧 王某聪怼人的时候啊 实际上可能他还不了解一个情况 对他这样的 他说你拿一个我们高考的英语卷子 你做做 你看你能得多少分 这才是这个故事的关键呢 为啥说这个故事呢 我前面其实做过这个专门的分析 我们的中国的高考啊 既不是英式英语 也不是美式英语 是中式英语 他考你要你得高分的时候啊 你要知道 你要考个优秀 通过85分的话呢 我才可以告诉你 85分算优秀了 85分的得分率 150分的话 你扣了20多分呢 扣了20多分啊 英语扣20多分 你想上顶级大学就难了 你那个中国的中式英语是什么 他专考你啊 就是英试和美试这用法之间的区别 区别考 管考区别还也简单 他考的是什么 具体的每个用法的时候 到底是英试的还是美试的 哪个对呢 按照中式标准 你猜为啥呢 是哪个教材里出现过哪个对 我们教材里一会儿选英国名片 一会儿选美国名片 那你说哪个对啊 教材里出现过的用法对 你不能把教材里出现过的用法说错吧 而且这个教材呢 显得我们编吧 我们编教材的里头利益可大了 那个教育部啊 以及各省的教育出版社都肥的流油 是什么教育系统的提款机和金库 你要想明白这个过程 就是说你这个英语啊 这个利益集团可大了 为什么教育一定要动 这教育里头英语是有巨大的利益集团的 因为它呢可以定这个标准叫你猜 其他的 你想比如数学是客观的标准啊 物理什么的 你要变成不是数学物理了 变成语文 你都不敢说那么客观 语文历史 你说哪个是对的 轮不着你教育部说话 国家还有国家其他部门呢 这个语言哪个是对的 中国能说话的人很多 但是英语的话 你又有英式用法 又有美式用法 哪个对呢 英语哪个对 起码不能说中国人说英语哪个对嘛 对吧 但是呢 那个教育部他会选择 这个的话呢 在他手里知道吧 所以教育部为什么一定要考这英语 那里头是有他最大的私货在里头的 而且这个考呢 对于权贵很友好 你就像王思冲这样的干什么的 就等于那个权贵的孩子啊 想要留学的 想要什么的 而且呢 钱比较多 可以靠钱堆的是英语 相反呢 他为什么妖魔化奥数呢 你靠钱堆 奥数堆不出来 这就是差别啊 你的孩子如果脑子不够用 你靠钱堆也堆不出来 是这样的差别 所以他就妖魔化奥数 所以你那个英语啊 第三个 就是教育部愿意 同时呢 权贵的一圈孩子他愿意 他在选择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些 那个贫寒子弟淘汰掉 相反啊 那个你真是贫寒子弟 要能出头的时候 都是数理化学的好 没有英语学的好 那个是贫寒子弟要出头的 贫寒子弟英语学特好的 都是有故事 你包括你像马云那样的 你说他爸是干嘛的 对吧 就英语学的好 背后他爸是干嘛的 再说一句对吧 把这事儿想想清楚 就是说你把英语放到这个位置上 对很多人就管用啊 你就像这个语言啊 翻译啊 你就像当年科举时代 我们可以跟大家讲 科举时代啊 如果大家知道 科举时代的故事的话 我们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科举时代的故事是什么呢 那个清朝的时候 专门有翻译的那举人 翻译的进士 专门给满人大 你就是说那能把汉语文献和满语文献 你搞懂 你就可以 像中国嘛 专门对应着 实际上我一直说了 在文科很多地方都是什么 不是什么经济学家 金融学家 都是经济翻译家 金融翻译家 国外的东西呢 你能在国内翻译好了 你就成了专家了 所以他这个英语 他有额外价值的 他就是翻译完了以后 他就成专家了 所以他特别容易成为 各种各样的专家 那个其他好多时候会发现 各种事呢 都是找语言的 所以他们呢 现在成了专家了 也把持着话语权 都说重要的不行 因为这个 他比别人强的就是语言 其他地方没有 你要说走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自信 然后的话呢 人家就会说了 你那个对外国的都不了解 你的语言你会吗 都是这样说话的 多了解一下这些人的 说话的方式 可能啊 对你就会知道很多了 谢谢大家 本期话题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